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精 盐 白糖 浸姜香醋 酱油 葱 姜 淀粉 以及鸡蛋 好 我们进入我们这道菜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就是要做好这个杨州狮子头呢 我们就要和好我们的这个肉馅 肉馅如何和得不会那么死 然后又比较好吃呢 首先我们要把葱 姜 蒜剁成碎末 然后用一点点的水呢去泡 然后泡30分钟 然后放入我们这个之前剁好的这个肉泥之中 肉泥就是五花肉 刚刚我们讲的肥肉瘦肉剁在一起 然后倒入这个 把这个泡好的水倒入这个肉馅里面 因为不加水的话呢 这个肉会发死 那加一点水会让肉稍微松软一些 同时加入料酒 两颗鸡蛋 酱油 一点点白糖 一点点鸡精 还有一点点胡椒粉 稍微就抓它一下 同时您如果喜欢吃一点点醋的话 也可以加入几瓶香醋 抓好了以后我们放入冰箱里面 饧30分钟 拿出来之后呢 然后您就可以做它的狮子头 狮子头大小根据您个人喜好来做 做好圆球之后呢 我们就放入锅里面去过一下油 并不是说使劲炸它 把它炸成金黄色 就稍稍过一下油 让它炖的时候 没有那么容易散掉就可以了 那搓好的这个羊猪狮子头呢 我们把它放到锅里面 用这个温水 刚好没过狮子头的时候 慢慢炖它 在炖的时候呢 可以放入一些酱油 一点点糖 一点点鸡精 所以您的口味 您可以再加入一些醋啊 以及其他的东西 那我们一般炖两个小时 这时候我们放入白菜以及粉丝 在快出锅之前呢 可以勾一点点的芡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羊猪狮子头 来听一下大厨还有什么样的小学校 跟我们分享呢 你放这个搅拌酥垃圾 必须要掺着水进去 一起 把打成那个把垃圾打成上 上我们要有净 又有松的感觉 又有种松弛的感觉 不要有水分出来 好 感谢您的收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教您做的羊猪狮子头 希望您能够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魏王及华龙美食网独家赞助播出